。 哈嘍 大家好 我是Nik 我來自台灣 今天很高興來到 Cindy родna EVE等型醫院 當然不會 很多人都擔心做完效果手術 他使用的胎丁放在我們體內 過安檢門的時候會不會發出聲響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新地醫院 他所使用的胎丁 是屬於安全無毒的醫用材質 與直壓手術是相同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過安檢門的時候會發出聲響 這個答案不對的 事實上做完效果手術前面一個月內 的確吃東西的時候嘴巴會痠痠的 所以建議不要吃堅硬的東西 例如說堅果、骨頭之類的 但一個月之後反而會鼓勵大家 嘴巴多多打開練習 可以促進我們的嘴巴活動的復原 這個答案不是的 很多人都會認為 效果手術是一個大手術 所以需要臥床休息好多天 但是其實如果這樣子的話 反而會造成我們的血液循環不好 阻礙了我們的疏後的恢復 所以我反而特別建議大家跟我一樣 疏後多多下床走路運動 可以加速我們的消腫以及恢復喔 當然安全 新地瑞納整形醫院所使用的醫用泰釘 是屬於安全無毒的醫用材質 那是與直牙手術的材質是一樣的 所以說它是特別的安全 那它的目的呢 是為了讓我們的骨頭緊密結合 讓我們的骨頭才能快速癒合 所以如果你還是擔心的話呢 可以在一年之後再做手術 將它取出就好囉 這個答案不是的 你們看我臉上有疤痕嗎 應該都沒有看到吧 新地醫院做的消股手術有分為兩種 如果是V-line手術的話呢 它的傷口是在口內 那如果是做顴骨消股手術的話呢 傷口是在頭髮裡面 所以其實從外觀上是看不到任何傷口的喔 這個答案不是的 很多人都會認為做完消股手術是不是臉上的感覺會消失 但其實不會的喔 像我現在臉上的感覺都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食物沾到我的臉上是一定會有感覺的 這個答案不是的 其實總脹程度要看每個人的體質 以及醫師的技術而定 像新地瑞娜整形醫院醫師的技術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做完手術之後 即使我不跟我的朋友講我有做過手術 他們也只會覺得我只是稍微變胖了一點點 根本就不會有人看到你很腫脹的樣子喔 我當然認同 像我也是因為看到台灣的綜藝節目裡面 新地整形醫院的整形模特 Yuna 有上節目去分享她的經驗 所以因此我特別讚嘆於韓國整形醫院的 效果技術 當然會啊 因為新地瑞娜整形醫院 它的醫師技術是非常好的 裡面的服務人員態度都十分親切 而且讓我有回到家的感覺 新地醫院我愛你 請大家不認識